我前几天车展上拍了个新奥德赛的体验 数据爆了 我一看大家挺喜欢 赶紧找辆新的实车 开到了三亚 带大家看看这车是否变得更强了 车长只比老款长了1.4厘米 现在的车长是4米86 这个前脸样式变化很多 我觉得这个前脸既霸气又年轻 中间这些镀隔着是啥 都进行了一个枪黑的暗色调的处理 我特别的喜欢 新的18寸的样式轮圈 同时给你上了一个静音的轮胎 接下来最大的改变来了 整车的主要玻璃都变成了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 一会儿开的时候告诉你是否更安静了 看 老奥德赛车主羡慕哭了 已经引入了电尾门了 但你看也有意思的 这边这么着一拉 看这个座椅 直接能放躺 往这么着一坐 带上你喜欢的男朋友女朋友 再配上三亚这个小海芬 我们现在把车开起来了 大家最关心的悬架软硬及隔音这两方面的性能 我可以负责给大家下一个结论 相对于前款有了极为明显的长足进步 已经可以用不错来形容了 大家不用担心 这辆车依然沿用着本田第三代的混动的系统 车辆自己会更多的优先使用电池跟电机来驱动 也就意味着安静跟平顺这方面没有问题 因为更多的使用了电机 所以这个车开起来还是比较灵动的 不像是开一个4米9的MPV的感觉 因为有电池的存在 我们在等孩子放学吹空调的时候 就可以不启动汽油发动机了 更多的节省能源了 新的方向盘的样式更加的年轻了 储物真的是很多 这边有储物 这是无线充电盒 这块也有一个带着卷帘门的储物 甚至这边还有一个空调 能把水吹冷热的背件 这个新升级的棕色的座椅 看着就比原来那黑色显得高端 是真软的 这是我最近错过的很软的座椅的一个车了 奥德赛历代口碑就是上车的门口特别低 利于老人跟孩子上车 这点依然是保留了 同时座椅也非常的软 再加上它这个滑轨可以左右的挪 挪到中间之后 我再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 比一腿还要长的巨大空间的四座的车 这个真的是好爽 现在我把座椅挪回来 距离前面两全的腿部空间 我们从过道进入第三排 现在第三排距离第二排 也有两条腿部空间 空间非常大 但是总车长就这么长 第三排大了 你注定后备箱就会小了 这么看起来 这个车相对于上一代 还是进化了不少地方 如果价格不变 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